你听说过金色瀑布吗 所谓魔法的代价又是什么呢 欢迎收听奔奔小剧场 我是奔奔 让我带你走进奇幻世界里吧 因为这集上架的时间还在放年假 所以再一次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 那前几天上架的雪藏兔一世界美食漂流听了吗 因为是兔年 难得推出一集用雪藏兔视角的故事 希望大家会喜欢哦 而上一集的正传故事提到 鲁娜的夫人雷可快马加鞭的赶回了家乡圣特雷 却发现两个孩子韦韦和星星已经离家半个月了 蘑菇金草草也在精灵王子丹影和魔法师的安排下 穿越了结界要到纳布丽丝送信给鸳语 而在纳布丽丝的克福特王城里 原与和卢纳讨论计划准备下一段旅程 在佩琼斯老王后的诞辰日过后不久 克福特王城到了夜里还点着灯 许多人忙进忙出准备庆祝大公主的生日 莉莉安站在大厅外 指挥工人将一块紫色的绸布挂在宴会厅里 再往左边一点 呃...上面一点 好...固定吧 绸布的底端沿着雪白的柱子滑落在紫色的地毯上 蒲翼们还没等小公主指示 就忙不迭地把绸布底端绑在柱子上 还打了个蝴蝶结 莉莉安微笑 对一旁的六个户位使了个眼色 南塔就递给每位工人和蒲翼一人一枚金币 谢谢大家 我想姐姐会很开心的 有个比较多话的蒲翼问了一句 莉莉安殿下 今年为什么要特别大费周章 布置得这么华丽啊 莉莉安还是微笑着 姐姐好不容易回国 总是要给她一个盛大的生日宴啊 但她才一转身 蒲翼间的窃窃私语声 还是飘进了她的耳力 诶...听说在宴会上 会宣布冤语殿下 和玄界国瑞刚王子的婚事耶 真的吗 但我怎么听说 元宇殿下好像喜欢什么精灵王子 诶...你是哪里来的小道消息啊 你不知道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鲁娜大人才被禁足 没有不准我们说出去吗 什么什么 你们在说什么啊 莉莉安走出大门 把流言飞语抛在后头 转而走进交易厅里 和家人待在一块 她心想 如果不是这个房间的装潢精致华丽 这一家人的气质非凡 她们看起来就像平常百姓人家一样和乐 维密王后含笑编织 安伯德里则紧锁眉头 看元宇专注地在细麻布 绣上最后几针 在背后打结 才终于露出了笑容 元宇将细麻布翻回正面 抚摩上头精致的鸳尾花刺绣和有点歪斜的刺绣字 开心地站了起来 我的生日挂布终于完成了 她若有所思地环顾四周 特别屈膝行那个礼 谢谢父王这个月的指导 安伯德里笑得很慈祥 手在桌上拍了一下 刚好今早就收到瑞刚那孩子的信 元宇将注了 手不自觉握成了拳头 她说 今年为了你 放弃参加中秋比武大会 反正她拿了那么多次冠军 也不差这一次吧 她这个月初 已经从英格凡斯出发 希望可以赶上你的生日宴 她有来没来都没有关系了 元宇 我是为你好 元宇嘟嘴 垂下琥珀色的睫毛 不再回话 安伯德里重重吐口气 想起以前母后和父王赌气时 也常露出这样的表情 当时她年纪小 不懂得怎么安慰母后 现在也不懂女儿在想些什么 你都待在王城多久了 怎么还没想通呢 跟玄建国联手 可以创造更强大的国家 父王 我从小 一直很羡慕您和母后的感情那么好 元宇小心翼翼开口 安伯德里的怒气淡了点 维密王后却紧张地抬起头 以前奶奶和爷爷也很恩爱 所以我一直希望 可以跟一个真正了解我的对象在一起 安伯德里却又暴躁起来 你跟瑞刚王子相处三年多 还不够了解彼此吗 元宇知道维密王后一直对自己摇头 却还是继续说 就像您只要一个眼神 母后就可以了解接下来的动作 以前奶奶有什么心事 爷爷也都知道啊 够了 元宇不知道 安伯德里又想起过去而愤怒起身 我本来以为你这段时间终于变听话了 但看来这不切实际的毛病根本改不了 明天开始你就待在房间里都不要出来 莉莉安一听 刻意把手上的画像翻了个面 安伯德里看到自己和元宇一起刺绣的画像 已经被上了色 才平静了一点连连点头 很好 我明天就请人把画像挂起来 让我记得 还有一个女儿是听话的 她拿起这红色披风 维密王后慌忙跟得过去 转头开向元宇 元宇强忍泪水 只是行李向父母道别 莉莉安抱住她的手臂 在她耳边小声说 姐姐 你不先跟父王和母后和好吗 元宇瞥见康崔在庭外不断探头 就微微摇头 时间差不多了 小百合 以后就拜托你了 莉莉安不自觉握紧了元宇的手臂 却还是只能松手 目送姐姐离开 在护卫的陪伴下回到自己的房里 她看到桌上的三件生日礼物 想起冤语交给她保管时的坚决神情 而感到惆怅 姐姐 希望你一切顺利 窗外投射的树木长影子 让镶嵌玻璃陷入了黑暗里 莉莉安越来越不安 不知道姐姐的计划会不会成功 元宇这夜特别的心浮气躁 走回房间的步伐特别快 康崔看她要直接走进房间里 故意跟仆仪要了个蜡烛 元宇殿下 您都浪费几个月了 也不差这一碗吧 元宇接过竹台 不发一语的要关上门 康崔却又说 您啊 真的很容易让古王陛下生气啊 如果我是您 早就接受了锐刚王子的好意 但王妃有多好 康崔 你说够了没有 你再这样 我就要跟 是是是 跟莉莉安殿下说吧 康崔往后走了几步 还是不忘回头说 今天是星月 外头特别暗 有些事 暗地里做不一定会成功 元宇没有回答 假装冷静地关上门 紧贴门飞 感觉心跳特别快 她用力握住翅膀练缀 感觉好像在拉救命绳索一样 不一会儿 恋坠也随之发出光芒 她的脸色却越来越苍白 我被牵制住了 您先按第二个计划行动 我随后就会跟上 她紧闭双眼 让心跳平缓一点 轻手轻脚地解下端午节香包 藏在随身提包里 照上红斗篷 拉开地毯和木板 阴暗的地道出现在眼前 但没有之前温暖的光芒 慢慢接近她的房间 她的双脚颤抖 她的手握紧了烛台和提包 蜡烛的光芒 微微照亮了地道 也让她稍微放松了点 居然感谢起康锤 走吧 她往下走了两三阶 转身最后一次 看了看自己的房间 就使尽全身力量 把地毯拉到洞口 再用力把地板推回去 地板密合的声音 听起来特别大声 她又等了一会儿 确认没有其他声音 才往地道的深处走去 地道的阶梯 比她想象中还要干爽平坦 而且越往里面走 她就觉得越眼熟 更吃惊地发现 眼前 豁地出现一个大空地 放满了软电 还有一道神梯 直通往天花板 这里 不就是我发现 饱和的地方吗 软电的布料 微微吞色 但摸起来 还是很柔软 让渊宇好想抱着软电 在这里做一场美梦 也许宝盒会再一次出现 她也可以直接抵达蘑菇森林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渊宇 振作起来 她拍拍自己的脸 我想想 第一个计划 是卢娜带我找到正确位置 第二个计划 是沿着她留下来的记号走 唉 我看得懂她留的记号吗 她四处看了看 发现有些软电 沿着洞口往前延伸 好像在为她指路 好吧 我只能先跟着这些走了 越深入地道 岔路越多 但软电们好像已经知道 路要往哪里走 一路整齐划一的指示 她往左转 再往右绕 在一个大斜坡处 一块软电还被绑在一旁突出的岩石上 以防她撞到头 渊宇不断自言自语 让自己忘却害怕 没想到鲁娜还真有一套 还是说乌拉德一直有帮忙规划呢 她看到一块软电是亮紫色的 上面绣满的鸳尾花 让她想起自己刚完成的生日挂布 舍起来还真对不起父王 希望她和母后可以晚一点发现我离开 另一块纯白色的软电上 却有百合花图案 让她想起了妹妹莉莉安 小百合一定很担心我 希望她不要被我连累才好 她就这么一边研究软电 一边往前走 直到看到一路软电 堆在一道古铜色的大门前 才停了下来 为什么这里有门啊 出去后又会通往哪里 地道里回应她的 就只有无止境的空旷和回音 她深吸了一口气 想拉开门 却发现上了锁 疲惫感突然席卷而来 让她倚着软电坐下 休息一下下好了 好累哦 就在她快要睡着的时候 门上却产来用力的撞击声 让整个地道轰隆隆作响 她警觉地睁开了眼睛 发现门不断摇动着 一些碎石掉了下来 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好几步 想到抗催的话 目光在四周的通道来回游移 最后抱紧了随身提包 选择往正左方的通道跑 撞门声越来越远 但后头却隐隐约约 传来一阵脚步声 而让她跑得越来越快 但对方更快 不一会儿就到了她的正后方 还直接拉住她的斗篷 她的一落转身 也褶住对方的斗篷 用力顿视对方 却对上鲁娜棕色的眼眸 鲁娜 你到底去哪里了 鲁娜不知所措地 拍拍鸳鱼的手臂 呃 我刚刚把马放到王城外时 我家的猫头鹰 突然送了封信给我 但我还来不及看 康崔就来了 她跟你说什么 她跟我炫耀自己才是公主护卫 要我认清就算夫人再美 自己还是个拐花园的 她真的太过分了 在小百合面前 根本另一个样 公主殿下 不要说我了 倒是您还好吗 出口在另一边啊 鲁娜拉起兜帽 想遮住自己帐红的脸 我本来是按照软电牌的位置走 但发现大门被锁住了 外面又有人一直在撞门 你又怎么知道我会往这个方向跑 其实是乌拉德跟我说 您只要一紧张 就会往左边跑 元宇压抑地睁大了眼睛 乌拉德这么了解我的习惯啊 鲁娜温和地笑了笑 只是继续说 还有啊 您刚刚听到的撞门声 其实是王城外有马车经过 马车 大半夜的 是谁来王城 天已经亮了 元宇还来不及讶异 卢娜已经拉高兜帽 快步往反方向走 公主殿下 这边请 他们经过了软电包覆的大门 和重重岩石堆砌的墙面 走上花岗岩铺的走道 有卢娜的陪伴 元宇终于静下心来 也才发现 原来走道边镶着各式的宝石 在烛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 卢娜看元宇东张西望 就开始解释 这里啊 在以前战乱的时候 原本是王室的病难处 但是只有上一代的君王 才知道这个地方 元宇好奇问道 既然是王室的事情 你又怎么会知道 卢娜就嗖嗖吐回答 其实也是乌拉德说的 乌拉德到底知道多少事啊 元宇这么问着 却模模糊糊的想起 在小的时候 她和妹妹莉莉安 会窝在佩琼斯老王后的房里 卢娜就站在一旁护卫 与元宇年纪相仿的乌拉德到职后 本来要执行护卫的职务 却被佩琼斯老王后拉着要一起听故事 等两位公主都快睡着的时候 乌拉德还缠着老王后问东问西 我们到了 卢娜的声音将她拉回了现实 她见卢娜移开摆在一旁的行李 抹开墙壁上的泥土 一道黄土色的门隐隐约约的出现了 卢娜拿钥匙开锁 掀开了点门缝 嘈杂的人声闯入了安静的地道 马蹄声和伤人的妖鹤声清晰可变 元宇一点头 卢娜就开了门 外头刺眼的阳光 让元宇快要张不开眼睛 她亮枪爬出地道 感觉浮过脸庞的风 大树清凉的气息 卢娜的锁门声 过了一会儿 她终于适应光亮 睁开了眼睛 发现自己待在传说活了八百年的大树后 而这棵大树就位在人来人往的刺绣工会旁 却也完美地遮掩住他们的身影 卢娜还在忙着拨弄草堆 要掩盖地道的痕迹 元宇突然注意到 有些王城侍卫来回巡逻 而卢娜的踪马正甩着尾巴 一边绣闻主人的气味 一边找到了大树后 就笑着说 春雨也来了 我们进去吧 卢娜将马拴在大树后方 拎起行李 和元宇拉紧都冒 低头走进刺绣工会里 工会一向不问来历和出身 元宇一身亮眼的红斗篷 反而让他被认成偷偷出门散心的贵族小姐 所以他们没有开口 就被安排坐在工会边角的方桌 他们刚坐定 王城侍卫还在街道来回走动 元宇的内心虽然着急 但想着王城侍卫没有大声吆喝 应该是还没发现他不见了 就只能问问题来转移注意力 诶 卢娜 你说你说的一封信是谁寄的 卢娜的头垂得更低了 是小蕾寄来的 开头说 我以为和星星不见了 但信的下半部又要我别担心 只要好好按计划行事就好 唉 我真是个不合格的父亲和丈夫 一路走来都辛苦小蕾了 元宇正要回答 工会外竟传来熟悉的声音 贵叔 请帮我照顾这两个孩子 他们惊讶地交换了视线 听到外头守门的含含糊糊地说 卢娜德 原来你结婚了 贵叔 您在说什么 当然是受朋友之徒啊 你们两个 乖乖在工会里等我 我去王宫里觐见国王 再带你们的父亲回来 谢谢骑士哥哥 小女孩焦滴滴的声音 让卢娜猛然抬起头 如果不是渊宇压着她的手 她可能会直接站起来大喊 但现在就只能低声自言自语 星星 你怎么在这里 威威威也来了吗 像是回应她的话一样 威威的声音也跟着响起 星星 不要跑了 启事叔叔 要我们在这里等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熟悉奔奔小剧场每一集的朋友们呢 可能会发现 某些细节好像跟蘑菇金出任务 有一点不太一样 请大家放心 下一集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地方 对 我就是吃书吃太多 所以真的最近有一点消化不良又变胖 绝对不是因为我太贪吃的关系 好啦 其实是因为我一开始有一些设定没有写好 所以当我把时间线拉回数年前 要写渊语片的时候 就导致了剧情上面有一点点出入 不过大架构不变 草草一样要送信给渊语 而渊语呢 一样要逃出王城 瑞公王子也还是求婚了 那精灵王子单影的存在感应该是有变高了一点 所以呢 接下来就会用冤语的视角 来写他离开克夫特的事情 想知道后续 就请记得订阅奔奔小剧场 这里也特别感谢凯莱留言给我 还说奔奔小剧场是他最最最最喜欢的节目没有之一 很感谢凯莱的超大鼓励和支持 还有唐在我去年更新第52集 只待秋季来临时吓了一跳 说我没想到我居然就更新了 还怕自己太晚看到 其实是因为奔奔去年还蛮长延期更新故事的 那一旦延期呢 我就会不小心变成连续周更 那也很多人敲碗希望我周更 像是近期留言的Amy讲 就问我能不能改成一周一更 不过奔奔除了像一些延期可能会变成周更之外呢 目前的行程安排还是以双周更为主 如果我以后有故事的存稿 我再看看能不能改回周更哦 还有留言给我新年祝福的 陈寅珍 千优 艾普利 嗚呼埃哉等 谢谢你们 还有邱元智说 不错 好喜欢你们的推播 赞赞 谢谢你喜欢故事哦 因为这是兔年的第一篇正传故事 所以我就来回应一下留言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故事的话 也欢迎小儿赞助奔奔 我们下次见 奔奔小剧场 下回待续 请不吝点赞助